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眼 到底是啥情况 这个病人呢 前期从前面手术准备可能都是我准备的 连这个病人也是找我来手术的 第二呢 我是个医生 我父亲的情况从受伤的第一天去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前期已经遇到这种情况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我在那待着也帮不上什么 那个就是 因为这边还是病人等我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这边更需要我 这个手术反正难度还比较大 我们总认不来的话 要我们做的话 可能病人在台子上滞留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对 很难面对这个突发状况 然后能做到就是父亲不在了 还能给病人来再做手术 我觉得挺感动的 也挺伟大的 这这么多年 这二多年 等于说我们父亲又当了母亲 当了父亲这种爱呢 我们感受的是一种双重生命的爱 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啊 特别的穷 这个父亲 尤其是父亲 在场地当了个工人 为了养活我们这个几个孩子 所以我总觉得跟我们付出的特别多 这个父亲在就是周末 一到周末还有个去的地方 回去陪着父亲吃吃饭呢 做吃饭 陪着聊聊天 这人一不在就感觉这个家没了 欢迎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